我看到的资料里面提到的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的第一声modem响 modem响是发生在1994年 1994年哼一声响了 然后比较大的应该是有传播性的 第一次的中国的互联网事件是朱令 就是清华的女生被她从宿舍的女孩给毒了 但是还有没有证据 并不能证明是那个 那个事情她同学当时就通过email去在国外找专家 那是在90年代中期 但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次比较大的 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的传播事件 就是朱令那个案子 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案子 言为上来说 就是中国在2000年以前 中国的互联网其实是很论的状态 就是一个论坛 就是论坛 我们当年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像思同立方 那么后来其实最后变成新浪的前身 那么这些公司其实本质上都是靠论坛 靠媒体功能起来的 那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 从各个层面上改变我们的生活 那么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在某一个年份 这个年份是哪年呢 这个年份是2006年 这个年份其实是 它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年 2006年我们回头去看 事后诸葛梁一看 这年了不得 对吧 这年不仅仅是有一个世界杯 对吧 但事实上在近年又是世界杯 你看往前一推12年 又是世界杯年 那么2006年其实最大的一个事 就是出了这么两个东西 照片上两个东西 一个是 我先说右半侧 右半侧大家都认识 苹果 苹果的第一代手机出来了 第一代手机出来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智能手机 拿出来的时候 当时大家都很争议 说这个东西怎么能用呢 我们用诺基亚 摔摔 对吧 几层楼摔都没事 然后你这玩意 哪是惊得起摔 啪一掉 玻璃碎了 怎么能用呢 谁都没想到这个东西 其实最后改变了整个人的生活方式 因为它把原来互联网的 就是这种非常短的一个市场 就是你可能原来你就是坐在PC机前面 或者坐在笔记本电脑前面 那就是很短的一个市场 对吧 你一天你可能下了班回家上个网 你在单位上个网 你在单位上网的时候 还偷偷摸摸的 还得弄个反馈膜 怕你老板看你 你在那可不可跟人聊天 对吧 其实你其实并不是那么方便的 其实能够上网 对吧 你要在办公室里 你真的是用上个别的网站什么 你还担心你公司的信用网里面 溃塌了 溃塌了 你在干什么 对吧 其实那个时候 其实你想去个人化的去用互联网 还是很少的 你咱们回想一下 其实你个人化用互联网 06年以前很少 但是有这个东西之后 你看到今天为止 其实我再往后 未来就再去推示 我都想不到有一个东西 什么样的东西 会去超越手机智能手机 对人的整个的时间的占用 你先说智能汽车 你说智能家居都不可能 因为它都是一个单点的东西 它是很小场景的东西 但是只有手机 它是除了你洗澡 有的人洗澡还看 躺在浴盆里看 对吧 然后基本上大部分人要淋浴的话 你洗澡 你实在不好意思 拿着这东西洗澡 但是你睡觉 有很多人睡觉 还抱着手机睡觉 你想大部分时间 基本上你的这一天的时间 全都在这 带来一个好处 人的脾气都比较好 对吧 原来排队都是加三打一瓣的 今天粉无所谓 排上去 我拿手机看 没关系 心情都很好 公民素质都得到提高了 那么其实这个是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 因为它出来一个神器 它把你的所有的碎片时间都可以填满 任何一个碎片时间都可以填满 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今天去看它所有的 其实今天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互联网创新 移动互联网跟原来PC互联网时代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就在产品的设计上 充分的考虑到这种碎片化的特点 就是填满你一切碎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在设计的产品的思想上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看到一堆的公司起来 当时都是捕捉到这一点 那么另外左侧这个图是什么 是Google Google肯定不是2006年成立的 对 我也没有说它是2006年成立的 我说的是什么 是它2006年的时候 它推出了三篇论文 这三篇论文是什么 一个叫做BigTable 一个叫做MapReduce 一个叫做GFS 就是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是什么 这三个东西其实构成了 今天的就是说分布式计算的理论基础 分布式计算的一切的理论基础 而分布式计算构成了什么 构成了我们说的大数据的今天的处理基础 当我们今天说我们是个大数据时代 我们现在在说人工智能时代的时候 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件事 人工智能是从大数据时代过来的 人工智能是什么 人工智能是计算算法跟数据三大要素 那你数据从哪来 你没有海量数据的训练 你怎么去做人工智能 因为现在咱们说的人工智能 都是Deep Learning 对吧 是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事实上是靠海量的数据 海量数据在哪 你靠分布式计算去 通过Hadoop什么的 然后你来去做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个存储 而这个理论体系是从哪年来的 是从2006年来的 这个理论体系是2006年来的 是Google提出来的 三篇论文今天其实 我们事后看 三篇论文对整个人类的改变太大了 因为它其实今天咱们说的 Cloud Computing 零计算 其实也是从三篇论论理论体系里面 沉淀出来的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会看 有来上半场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年份 在干这么一件 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下半场可能是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 这么冲击性的东西 但是上半场我们看到这两个大家伙 这两个大家伙直接带来了 一个是巨大的移动互联网的红利 一个是我们今天说的 大数据时代跟人工智能时代的 一个时代的红利 就直接带来了 但是它的带来 你可以看到 它的传导有多长时间 移动互联网的传导非常快 大概在中国 中国大概传导到中国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 这上起来可能是09年 09年代表是什么 就是基本上 中国的第一代的iPhone用户 iPhone4可能是比较多的 iPhone3都比较少 iPhone4比较多了 iPhone4却做得很漂亮 那么iPhone4里面的很多人 第一个高频用的最活跃的应用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还记不记得是什么 微博 是微博 然后所以就是 其实中国的移动互联网 第一张传票不是微信 是微博 你看它传导 其实真正到 从有了一个东西到传导了三年 我是大家记住这件事 我前面我先买个伏笔 你可以看到这个事传导了三年 而这个三篇论文出来到 我们今天说地盘那点火 AlphaGo把离世时干掉 大概是在116年的春天 它把离世时干掉 对吧 06年到16年 10年 这理论体系到这个传导了10年 你从创业来说 你如果在07年 你做这件事情 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在15年 做这件事情 你会怎么样 对吧 同样道理 iPhone在出来的时候 如果你06年的时候 你就基于它来创业 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09年 基于它来创业 怎么样 比现在的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大的机会来临 那时候 它的传导 它是有周期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在上半场 当时股价投资 其实发脸很火了 中国的股价投资 就是从21世纪开始了 01年开始 一大片的公司 我们可能很多 很多人手能行的 各种各样的公司 我就不提具体的名字了 其实股价投资 今天已经变成了什么的 就有一波 大概在 就是10年前后的时候 那段时间 学PE特别火 后来 后来其实又没动静了 但是最近几年 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PEVC 其实真的是在中国 集聚了大量的资本 然后一度大家就觉得 可能一级市场 跟二级市场都倒挂了 很多公司 可能一级市场的估值 都已经超过了 它将来可能会上市的 二级市场的市值 对吧 它的定价 这个是什么 就是本身转过来 就是在整个21世纪 在这个上半场的一个阶段 资本是极其雄厚的 但是15年出了一件事 资本寒冬 资本寒冬 它有很多原因 就是一方面的 确实是 模仁创新的很多东西 它有些人却不太靠谱 我们坦白的说 不太靠谱 那么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15年是有股灾 对吧 那股灾的 这个又是一个传道 所以大家 为什么我前面跟大家说 就是宏观经济 我对一个创业者 假设你那时候 你可能高点跑了 还没比对吧 你可能你要是15年5月份 你高点跑了 你还赚一大笔钱 你还觉得挺高兴的 觉得股贷跟我有啥关系 可能就跟你有关系 结果你到了年底 你发现你能不能到钱了 为什么 传道 上市公司股价跌了 股价质压不出钱了 上市公司没钱了 然后拿什么来并购 并购没有东西了 没有钱来并购的话 这个机构怎么退出 机构不退出的话 机构哪来钱继续投 一级级传道 结果到了年底 一群公司 一群传业者拿不到钱了 大家都傻了 然后说模式有问题 但其实有效 就是模式有问题 对吧 你过早烧钱模式有问题 过度的看不到回报的烧钱 是模式有问题 但是你在某些时代 某些时间里面 在资本其实力量雄厚的时候 你是撑得住的 这就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传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周期对于一个 你做的具体的事情的传导 都是显而易见 那么17年其实是一个什么节点 17年的最大的节点是什么 17年最大的其实是节点 这在我看来是两个东西的结束 第一个是一个10年的货币的宽松周期的一个结束 这10年从哪来 从08年来的 08年09年来 接近10年 全球的货币 08年为什么突然宽松起来了 金融危机 对吧 08年的金融危机 然后整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然后所以所有的洋行都在放水 包括我们的洋行也在放水 对吧 美国的洋行美联储也在放水 对吧 波南克就开始调低利率 减息 扩表 那么这一咔咔咔咔咔咔咔 一直都延续 到现在他的上一任的美联储主席耶伦 他一直在延续 但是呢 17年年底 对吧 缩表了 是吧 因为他认为 其实这波整个的货币的刺激 已经差不多了 达到目的了 下一步是干嘛 下一步是抑制通胀 对吧 所以人家就缩小了 缩了意味着什么 流通性货币没了 就不是没了 就是少了 货币少了 你看看跟15年的古代 当然它不会是那么 马上显现 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在资本市场里面 美元少了 美元跟人民币投资风格是有区别的 这个大家一定应该都很清楚 美元少了 中国会不会跟呢 有人说会跟 有人说不会跟 不同的经济学者 有不同的看法 我相对来说 我认为是 我认为有可能不会跟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国内人民币 没币可能还可以 但是也不会 也不会因不放水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还有另外的问题 中国是在什么 在干什么 中国在取杠杆 表外业务表内化 以及打击影子银行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从另一个层面上 其实就是货币的流动性 其实也会受到一个抑制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虽然说中国本身不需要央行主动性的去做出 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缩表 或者说这个加息这样的行为 但是一样对中国的 中国资本市场里面的这个货币的公用总量 它实际上就造成影响 那么这个事 就是我说的宏观中期 那么这个大家一定知道 今天可能 哎 RT听完大了 说这个是我处于怎么处于这么个时代 哎 没关系 就是后面 我们一定要有应对方式 因为这种东西永远都是温和 它不可能一下子光当一下 让你啥都拿不到 没有这样子 哪有银行这么干事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但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我们知道的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其实我们要 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是可以去激进 什么时候可以要一边激进一边防御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你有很多过去成功的融资故事 你说RT公司跟我一样 它融资成功了 我一定能 它在那个阶段的时候 它的PS值已经多少倍 本来我们都不认PS值 对吧 因为没办法 你没有乙壁打 所以我只好按照PS来 对吧 但是呢 你说啊 这个公司 一个用户多少钱估值 一个DAO多少钱估值 然后我就应该这样 不一定 人家命好 人家赶在那个周期里边 你赶在这个周期 你还真不一定 我提这个宏观的意思就在这 就是大家 要把这个因素充分考虑进来 就是本质上来说 到所以到最后 很有可能 未来整个的一个企业 你包括现在中国的A股 也可以看到 最终是要回归到一件事 就是企业赚钱 企业一定要盈利 企业一定要能够 至少能够展示出 你能够盈利的东西 你不要再跟投资人讲 我这个东西我要 我需要养三年 我需要养四年 你三年不要想我盈利的事情 那你要想办法 要说服投资人 你这三年里面 我到了之后 我凭什么都相信你 这事能爆发 这个很重要 所以原来的有一些融资的故事 今天不一定好使 我们也看到 大而不倒的历史 神话也破灭了 对吧 创业版有一个明星公司 对吧 今天老板下周回国 对吧 下周也没回来 周期的变化 其实是 就是 不管是创业也好 投资也好 一定是首先先关注的事情 你坐在一个电梯里面的话 你不用蹦跳 上去了 跳楼的话 你也不用努力的往下窜 跌下去了 是吧 因为你处于一个位置不同 但是你可以去努力 对吧 你要往下掉的时候 旁边有个绳 拉住它 一样能爬上去 费点劲而已 但是一样爬上去 所以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周期 你会 你对行为模式会做一个调教 但同时 原来该把握的东西 还要把握 回归到本质 就是企业 做出企业应有的价值 然后匹配市场的需求 然后达到一个最终的 一个墙大双赢的局面 既做了一个好的产品 你就赚了钱 对吧 其实是这样的 企业有盈利 那么这个刚才前面提到的 那么刚才说的 宏观的金融的周期 那么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互联网 大家都看到了 别提 一说三道大山 三道大山都已经说了很久了 当年王兴说 狗日的腾讯 骂完了之后 对吧 你看现在在吴镇 吃的也很开心 然后一样上桌 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没办法 你不上桌怎么办 你总得上一桌 这中国还好像没有几个人说 这个BAT哪个桌 我都不上了 因为这高萨干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高萨厉害呢 为什么厉害 你说说它是垄断流量 为什么垄断流量就厉害呢 对吧 流量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有流量意味着什么呀 流量其实意味着生产资料 流量是最大的生产资料 其实我们今天在互联网时代 我们说好 那么上一个时代是什么 上一个时代是土地时代 我们以前是封建社会 对吧 封建社会土地时代 那谁掌握生产资料 地主啊 所以对吧 地主地主嘛 地主所以地主就最爽嘛 然后他就请富农 你富农你再能挣钱 那是个富农啊 对吧 你从我这租地 你再能 那富农干什么 不就是流量变现吗 我把你的地种粮食 我能牧产万金 我能牧产千金 我流量变现能力不一样 你看那他历史是循环的呀 那今天地主是谁啊 就掌握流量的人呢 所以他们哥撒地主啊 你怎么办呢 那你只好当富农了 你总不能当贫下中农了 那你想一想 怎么修炼自己内工变成富农 这个很多 对吧 那你上一个时代 在你像国外的话 你可能工业 工业你生产 就是工厂 厂房 对吧 机器那些东西生产资料 不同阶段不一样 那今天咱们的生产资料 就是流量 所以他们就是地主 他们就是这个流量时代的地主 互联网这个时代地主 没办法 你都得上个桌 你不上个桌 你最后上哪找耕地呢 就是下半场 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当然你可以说 我可以自己开垢土地 能不能 也有了 有怎么来呢 你想想 没有地了怎么办呢 过去农民没有地了 山东农民没有地了 干啥 闯关东 大车一片地盘来 对不对 闯关东干什么 这我就相对是说 再一个 就是什么 其实闯关东是什么 闯关东就是 大家认为这块地 其实是不好干的 但是我去干了 我一样都会干得很好 这叫什么 这叫下沉 这个东西叫做流量下沉 所以你看 今天有一批互联网创业者 都有去了 二线三线四线五线程去 他们去找那个 那个地方的那些流量红利 这就是闯关东 另外一个类是什么 干嘛呢 搞殖民地 对吧 西班牙没有地了 怎么办 发现新拉路 打到美国去 那时候没有美国 对吧 我去美洲 我去非洲 我去拉美 干嘛搞殖民地 这什么 这叫出海 这叫互联网出海 所以你看 这历史是循环的 不都一样吗 你找地吗 对吧 你没有流量的找流量 没有地找地 这事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就看 在中国 你看就是互联网上业 无非就 你要是假设你是一个 假设你想还竟然当地主 那就两件事 你就是 你一样嘛就是下沉 你一样嘛就出海 对吧 当然你还有一种招 就是起义 你把地主 对吧 打土豪分田地 你打了它 当然这个事 你就得靠一些机会了 这个没那么容易 对吧 大部分的农民起义都是失败的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真正成功的就是趋之可数 是吧 那个就真的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到最后 为什么就说农民起义最后结果是总是被地主阶层又获取了 对不对 就是一个道理 没那么容易 也很快流量 这个事本身也没那么容易 人家很年轻 人家BAT的管理厂也都是很年轻的 很年轻的一些 很能奋斗的人 比跟大家一样能吃苦 所以打土豪分田地这招一般不是那么好使 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两招 流量下沉和出海 也就是说这个 就是传关东和殖民地 就是两招 那么这是下半场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 基础是ABC 什么叫ABC 就是AI Big Data和Cloud Cloud Computing ABC 你倒过来CBA也行 CBA就觉得像篮球联赛 但其实 其实它按照顺序来说应该这样 其实先用Cloud Computing 你有Cloud Computing 你有分布式的计算系统 你才能去装Big Data 你装了Big Data之后 你才能去装业 尤其是咱们今天说的Deep Learning 其实倒过来说的顺序是对的 应该是CBA 那么这个事但是也很麻烦 其实你会发现 这本来应该是大机会 但是发现这事其实也被巨头给干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巨头有足够多的钱 而且它有足够多的数据样子 因为它产生大量的consumer的消费场景 它产生了consumer的消费数据 所以它拿这个数据来训练 它比你练得快 它天天都在实战 它比你练得快 所以你看巨头干这个事就是理所应当的 结果就发现 Infrastructure这个层面上现在也被巨头干了 在中国呢 发现它也又是BAT How are you 怎么老是你 这又是它 那在美国一看也是一样 美国人家也不含糊 也是一样 也是FAG 对吧 Facebook Amgen Google Amazon Google都是这样的 对吧 也是一样的 再加上Microsoft 它是不错的 对吧 它还翻了个身 PC时代达道版起家的这么一家公司 对吧 然后居然最后一个完全做2C的达道版起家的这么一家公司 最后居然能够进到云的时代 这个很厉害 执行力很强 但事实上你看它的逻辑是怎么一变 就是Infrastructure这个层面上也掌握在大巨头手里面 那你要干什么 你要是想去做 想去做computing这件事 你又能干什么 这个首先我们要对宏观环境先讲清楚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你达BAT 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多处战场都在接拨交火 打开打 对吧 我也投了一个项目 大家可能也能听说过 我投了个单车的项目 相当这不也变成跟着一个巨头跟另一个巨头在干吗 也在干 对吧 那我昨天刚刚开完的董事会 在讨论怎么干 就是天天都干 就是嘴上都挂着火药味 虽然大家其实见面都挺好的 见面就中国人都这样的 中国人都是这样的 见面的时候你好我好呀 什么老师什么老师 什么总什么总 喝杯茶都挺好 一不见的时候就互相dis 就是这样 这个没办法 中国人都太勤奋了 都想称王 那为什么会多处交火呢 因为多处交火逻辑是什么 逻辑是因为流量这个事是什么 流量这个事生产资料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东西 原来生产资料完全是误 但流量这个生产资料 它事实上是一个人的时间的一个掠夺 对吧 那人的时间的路 它本身上是什么 我是掠夺人 其实我就是掠夺人 那我掠夺人的话就无所谓了 我只要能掠夺你 我用什么招 我能掠夺你就好了 我不在乎 过去传统经济是什么 我生产一个商品 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们说对事不对人 其实可能是个好词 但是在传统经济跟互联网的PK里面 这个词其实就被毁了 因为对事不对人 什么 我做一个商品 我卖出去 我卖出去 我都不知道卖给谁 因为我是好几基渠道卖出去的 我根本不知道卖给谁了 对吧 我只关心我做了一个商品 我卖出去 OK了 销量好了 OK了 但互联网不是这样 互联网想方设法去对一个人 对吧 淘宝 你看淘宝为什么加那么多内容 淘宝为什么加那么多问答 淘宝为什么加那么多的直播 淘宾直播那么多小美女在上面直播 对吧 淘宝刚上的时候 我很好奇 我看了一眼 对我老婆认为我有病 然后我说你在看什么 对吧 你看这个为什么不到硬份看 到淘宝看 为什么 他其实想方设法 增加一个人在这上面的市场 他是对一个人的时间的掠斗 我只要能掠斗你的时间 我干什么都行 这是做流量生意 就是做这种生产资料 人最大的一个思维 我先把这个生产资料拿过来 所以没办法 既然你对人 关于这个人掠斗时间的一切东西 大家都想办法去 你看到了我也能看到 我就干嘛 就干嘛 因为大家都是地主 所以就干 最后你看BIT 其实多处交货 各种交货 这个交货 其实对于创业者来说 也是个机会 对吧 学得帝王术 效益帝王家 你可以去陪他玩 但是你陪他玩 没玩好 就可能就炮灰了 对吧 一个行业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行业 其实就两集天 为什么两集呢 对吧 被剧头看到了 你就很好 没有被剧头看到 你就很惨 对吧 两集 那这一点 就是说你怎么去把握 下面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说 它的无差别的野蛮生产 驱动力是没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吧 你就洒出去有流量 这种事肯定没了 就是臂里沿洒流量 就肯定没了 这个就不用想了